又到了星期六了 来我们来首先来看看这个爆章头条 或者可以看看就是 这个头条新闻就是什么 这个前港澳办主任廖辉霸卫啊 操控特首选举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怎么又是星期六这个节目呢 我们是不谈政治的 那给大家看这个头条呢 最主要是要看看 这个新闻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用字啊 他们都用了这个引号 就用了这个引号 我数了整篇的新闻报道 差不多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用了八个这个引号字 在这个在这篇新闻的描述里面 那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 寒沙影射的字眼在里面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给大家看看这些引号里面的字 到底有些什么字 好首先看看这个字就是 广东话叫达胆达胆啊 那这个普通话很少用这个字 在普通话里面这个达胆 是念成打顿 好这个字在这篇新闻里面 是出现在哪呢 里面就是说负责事务 负责香港事务的国务院 港澳办报出了主任廖辉 仍然每天回港澳办打顿 每天回港澳办 我们也都翻回 个办公室 要被打胆 打胆打顿 那打顿的意思就是 有一点是回去打发时间了 那没事做 在那边打顿 打胆 打胆 叫打顿 好第二个字是 屈臼 广东话是 what早 what早 可是这个what 好 和歪what 很委屈 what 在普通话里面是念 屈 屈 委屈 歪what 委屈 what早 屈臼 屈臼 好 这个屈臼呢 在这篇新闻里面是说 嗯 这个前港澳办主任呢 他就罢用了主任办公室 令到现任的主任王亚光呢 屈臼坐在秘书的位置 好 屈臼 就这个前港澳办主任就每天回到办公室里面去打顿 那令到现任的这个港澳办主任呢 就得屈臼坐在秘书的位置了 那屈臼就是 这个what早就是屈臼 屈臼 嗯 也是用在这个引号里面的 好 另外一个用字呢 另外一个字 这个就是 普通话是上位 上位 在这篇新闻里面 他是说 廖辉呢 他退而不休 操控香港特首选举 历称唐英年上位 历参同英年上位 上位 上位 就希望我们能够把他的推上去 让他能够成功的当选这个特首啦 那这个上位 就是上位 上位 好 另外一个字 也放在引号里面 整篇的新闻报道都在寒沙影射 这另外一个字是 阳鼎 阳鼎 普通话是 清点 清 七音 清点 清点 阳鼎 这个 阳跟清 两个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发音 也是差相当多的 阳鼎 清点 在这篇信号里面 在这篇信号里面呢 他是说中央有建于首届特首清点 董建华出任 清点 就是说特首是收到这个中央的阳鼎 清点 清点 好另外一个字 就是说放话 这个字很生动 就像某某某 谁向谁放话 风哇 风哇 就放出一点风声 又不直接的说 就是很婉转的说 婉转的说叫放话 风哇 放话 在这篇信文里面 他说这个某某某 除了像这个亲自拜访江泽民 谈到特首问题之外呢 那另外他又向唐英年放话 指示他持去官职尽快入闸 某某某向唐英年放话 希望他能够竞选特首 放话 风哇 放话 那指示他赶快入闸 要找 要找 这个要找这个字呢 其实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是用在 大家逢星期一天 有没有看赛马 赛马这个马儿要开始跑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进入这个闸门口啊 入闸 那所以说入闸呢 就是指他们要开始竞选了 那叫入闸准备竞选 要找入闸 入闸 其实这个字在普通话里面 也很少用 但在香港的这个报章里面 凡是说到特首竞选呢 就会说他们是入闸 要准备竞选了 入闸 好我们再来看一课 看怎么念 这个打蛋是打顿 打顿 打顿 挖走 驱咎 酸崴 上位 阳鼎 清点 清点 风瓦 放话 放话 亚扎 入闸 入闸 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看到这些 很多寒沙银舍的这些报章的报导的时候 也大概可以知道这些字是怎么念的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给他去订阅 谢谢你 我去认阅 这些东西 这是很明显的 都是 我一直在认阅 那我吧 我 dimensional